健身房怎么练腹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动作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动作 叫做旋锤的曲腿 旋锤曲腿的好处就是说 有两个 第一个是对于下腹部的刺激比较好一点 第二个就是对腰腹 背后腰的压力比较小一点 那么我先演示一下 这样可能看不见我的腹肌 腹肌状态不是很好 不过先试一下 保持腹肌有一定的张力 然后 看 这个动作要领的就是说 要尽量保持身体的稳定 不要前后摇晃 这样子 这样的话对腰部的张力反而很大 尽量保持身体稳定 把张力集中在腹部 不要很快 上去的时候可以稍微快一点 但是下来的时候要特别要慢 越慢越好 感受到腹肌的思路 OK 好了 这是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是稍微有点变形 那么这样刚才那个瘸腿呢 主要是练的是腹直肌 特别是下面的腹直肌 那么下面一个动作的变形呢 可能是练到一些腹斜肌 内外斜肌 然后可以再演示一遍 OK 同样另外一遍也可以演示一下 动作10是一定要慢 特别是放下的时候要慢 OK 这个呢就是旋垂去腿 那么很多朋友没有这个掉的东西怎么办 那么这个可能就需要 其实在横杠上也可以做 那么必须要尽量的保持身体的平衡 OK 这样可以做两个示范一下 OK 今天介绍了旋垂去腿这个方法 还有它的变形 就是侧面的去腿方法 那么怎么做呢 平时可以这样垂直的来使个 然后左边10个 右边10个 你的腹肌会有撕裂的感觉 试试看 好的 希望你能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希望你能展一下 到健身房里去试试看 我们下次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